说到车那可真是五花八门 从价值三五万的代步车 到价值百万千万的豪华车应有兼有 今天咱们要讲的是一款没落的贵族车型 大众辉昂 该车是由上汽MIB平台打造而来 要知道奥迪A6和宝马5系都是出的此平台 也就是说大众辉昂是和奥迪A6宝马5系属于同一级别 大众辉昂刚上市价格一度飙升至百万 但是由于它长着一张大众的套瓦脸 总有人认为是一台普通的大众汽车 所以该车的销量一年也就不到两位数 自从上市以来 辉昂全部的销量也只有几千台而已 可以说大众耗费巨资打造这款明星车型就此陨落 也许是大众意识到了自身的问题 2018年大众官方对辉昂进行了全新改款 并且压低了售价 GD售价已经下降到28万元了 这就是一台奥迪A4L的价格 将下后的辉昂销量猛增 月均达到了两千台 比之前的销量增加了百分之两百 买此车的人都说值了 花4L的钱买了一台A6 2.0T的物轮增压 3.0T的机械增压V6发动机 最大功率为300马力 据悉 该车还有四驱系统 真是值了 整款车虽是套瓦脸 但是总给人一种特殊的气质 看它的外观腰线平质有力 造型犀利 方便共四处排气管 看起来相当的上档子 特别是它位于尾部中间的英文汇昂标识 更是显出了它特殊的地位 内饰部分最显眼的 就是它9.2英寸的液晶显示评论 支持多点出口 操作流畅 极富人性化 ACC自适应巡航 360度全景影响 并限辅助 把安全气囊一个不少 能同时拥有这些配置的车系 没有50万的价格是买不下来的 如果有一堂汇昂摆在你面前 你会买吗 感谢观看